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为期10年的长照2.0计划 即将迈入第8个年头 救灾计划即将借满到期之际 当初为了因应庞大的长照需求 减轻家庭照顾负担 所设立的长照2.0计划 真的打标了吗 以在地老化为核心精神的长照2.0 是否真的可以肩负起 住宿型机构重症长者的需求 住宿型机构的营运及政府补助措施 又出现哪些问题 热情追踪带您深入了解 归族您好 是 目前的话是满床中 大概要半年到一年 寻床电话响个没完 机构人员电话接到手软 眼前这通电话才刚刚挂断 下一通电话马上接踵而来 有点困难耶 因为很多人在排 然后几乎每天都有电话进来寻床 所以我们目前的状况只能够说 先帮您做登记 然后如果有床位释出的时候再跟您联络 2025年台湾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但首都台北早在2022年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突破20% 成为全台第一个超高龄的直辖市 随着失能失智人口增加 各类住宿型的长照需求也随之涌现 想等一个床位真的好难 我们大概一年大概每一个月会空一张床位 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一年会空12张床 那以一般需求来看 每天大概都接到10通左右的电话 那一年365天就是3000多通电话 就算你筛减掉只有十分之一可以符合入住的话 大概也有300多个人 那300多个人去除以12 大概要等到30年了 检视前台六都的老年人口比例 以及长照涵盖率 截至2023年11月为止 台北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 占了21.93% 是六都当中高龄化最严重的城市 反观2022年台北市的长照涵盖率 仅仅47.33% 是六都当中最低排名垫底 这个台北市是现在目前六都 第一个首先跨入 所谓的超高龄社会的都市 那当然在供需都严重的 不平原的状况之下 所以台北市反而变成了长照沙漠了 也就是说台北市的照顾的机构 是严重的不足 我们台北市大概又使用到 这个外籍看護工 但是没有列在这个长照资源 涵盖率的这个比例 大概有33%左右 我们可以推估大概在台北市 如果把这一块算进去的话 我们的长照涵盖率应该是 70到75%左右 进一步以台北市老年人口结构换算 大约有一万四千人 有长照住宿需求 只不过实际盘点床位 台北市目前仅仅能够提供 大约7000床而已 长照量能严重不足 地辖人愁 土地价格昂贵 成了主因 地载人愁 土地柜 租金柜 我们其实抓一个最简单 一床就是我们的五坪 就是我们的地坪的五坪 最少 那你看一百床就是要五百坪 你在台北市要找五百坪的地方 谈何容易 阿公上床 我帮你上床睡宵 台北市长照量能匮乏 除了缺床 缺人 也是一大主因 以住宿型机构的照服员薪资来看 每月平均三万元到四万元 不只必须同时段服务多名长辈 每天工时更有可能多达12小时 辛苦照顾的背后 更背负了庞大压力 反观居家服务员 工作时间弹性 而且大多采取实薪制 每小时薪资至少上看两百元 资深勤奋稳定接案的居服员 单月收入甚至可以来到八到九万元 相较之下 住宿型机构根本留不住人 在居家服务员 就还有很多人愿意去做基加 因为一个月可以领到四万多 甚至六万多八万多的都有 这个诱因就会进来 但是没有 但是却忽略掉 这些人从哪里来 从长照机构 到了另外一个市场 还有医院的照服员都不见了 就会拉到居家照顾机构 我们持续都每年 都还是在训练照顾服务员 而且我们每年训练的量 还不断的增加 去年玩训的可能有1500 1600多人 那今年可以预估训练完成 大概2500人左右 这对于长照人力的供应 是很重要的 此外对家属来说 住宿型机构 一年仅仅补助十二万元 平均下来 每个月获得的补助 仅仅一万块 相较居家服务 每月补助最高三万六千元 补助比例相当悬殊 住宿型机构 爹不疼 娘不爱 业者直言 等于变相 受到惩罚 检视我国的长照预算 自2015年开始推动长照2.0计划 2016年预算大约50亿元 2022年已经增加到了超过600亿 到了2024年 长照总预算预计将编列876亿元 年增37.2% 预算年年增加 但最重症的个案 相对却受到最少的资源补助 我们针对重症的照顾的支持 是很少的 我觉得整体来讲 重症照顾如果没有支持好 照顾杀人一定增加的 好 没事一下子而已 来到台北市的出宿型机构 住在这里的31位长辈 不只平均年龄超过80岁 更有三分之二 都是重症个案 宝贝 我们凑一下痰 你放轻松 没事 我轻轻的就好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有一点点鼻涕哦 放松 放松 你看一个月将近就是四万块的 那政府只补助了一万多块 那剩下的三万多块 其实对家庭来讲是很大的压力 不好意思哦 好 好 班庆山不大丈夫 好 换一下而已哦 高龄95岁的林奶奶 失能等级评估为最严重的第八级 单身 没有子女的她 八年下来 单单住进机构的费用 就花光了她毕生积蓄 光靠政府每个月一万元的补助 根本背水车薪 奶奶的话她已经住在机构七八年了 那这样子整个花下来 大概也将近有四百万的积蓄 而且这是在于她不生病的状况下 如果说还有生病的话 加上医疗费用的话 其实是一件很可观很可怕的事情 这根究底 目前长照2.0的裁员 来自燕圈 房地合一税 等等的补充性税收 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使得长照无法涵盖所有需求 前卫福部自长 目前任职于阳明较大的 李玉春直言 财务体系会直接影响照顾体系 形成照顾现场保小不保大的窘境 就2.0来讲是以社区跟居家为主 那这个部分呢 它的分布比较多是偏轻跟中度的 那真的非常严重的 可能第一个它会聘外劳 第二个它可能是住到住宿型机构 那这两个部分呢 在过去原来是没有涵盖的 那所以大家常常会讲说保小不保大 我们看一下氧气浓度够不够 很好哦 有100 面对台湾的长照困境 专家提议可以借近日本经验 从税收制改为社会保险制 确保国家常照裁员稳定 政府的裁员如果是就靠烟捐啊 靠税收啊 这个其实都是不太能预期 你也不能鼓励大家都去酬烟来 有更多的税收嘛 对不对 保险费等于是由更多人来分摊 更多人分摊的时候 雇主也要贪一点 那自己也要贪一点 所有人一起来谈是不是就会 那个负担会比较轻 在这种状况底下 这个制度就比较容易 稍微比较容易财务稳定一些 从台北市的长照困境 盘点台湾的长照量能 从住宿型机构的现况 亏见我国长照资源的分配问题 超高零风暴即将席卷全台 未来各近日老年人口 势必逐年增加 除了检讨更应该尽快补足政策缺口 毕竟我们都会老 谁不想好好变老